当今,我国社会经济发展越来越迅猛,一直处在增长的趋势,人们的生活水平也随着逐渐升高。 至今为止,我们的生活条件也在一步一步的提高,家家户户的物质生活也都越来越丰富,很多人们都非常重视物质生活的质量,伴随着人们的腰包越来越鼓,人们往往会利用闲暇的时间来出门旅游,旅游不仅能使人们心情愉悦,更是能多见识不一样的知识。 那么中国众多城市中,我们应该都知道,基本每一个城市,都有它自己的一个故事。 近几年来,中国的苏州,旅游业发展得也是顶呱呱的,与国外相比也不会差,毕竟苏州是一个历史文化名城,而苏州的历史已经达到2500多年了,这里保留的古老遗迹有许多,非常壮观。 因此,这也是深受着人们的喜欢的其中一个原因,苏州甚至还有园林之美,还有山山水水以及大自然的人文景观,他们互相交错,倒映出来,更使得苏州成为一个人间天堂,是一个值得留念的城市。 不仅如此,苏州还是中国最厉害的地级市,经济突破万亿,苏州,是江苏地级市,长三角重要中心城市之一。 据了解,在2017年度报告总结中,我们可以看出,苏州紧跟杭州,排列第八,把南京也甩在身后。 而且,最重要的是除了苏州之外,这些榜上有名的地区都是省会、直辖市、特区,而苏州是前市中的唯一一个地级市。 苏州,仅仅是一个地级市,就已经超过了许多省会的城市。 那么在2017年时,苏州的GDP总量已达17319.51亿元,占江苏省的20.2%,而它的人均GDP为16.21万元,是中国唯一的一个GDP突破万亿的地级市。 所以,它也就被人们称之为中国唯一一个最强的地级市。 苏州基本在每一个方面的成绩都非常的惊人,人们曾经似乎对苏州的印象就是挺挺玉立的,但这些年苏州已经是变得越来越强大了,而且跟国际接轨也越来越频繁,越来越强大。 当你来到苏州你会发现,如今的苏州,富裕已经深入到各个这里了,那么对于中国唯一最强的地级市,GDP总量高达上亿元,超越大部分省会城市。 你有什么看法吗?如果以后有机会,你会考虑来到苏州旅游吗? 请不吝点赞 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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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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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